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越野传感器B信号电路是什么意思? 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大众、福特、奥迪、别克、通用汽车等。 尽管是通用的,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故障代码P0319属于包括点火系统代码的代码类别。 原因是有时其Sometimes的道路硬件实际上是传感器的一种解释,这些传感器基本上已经检测到发动机的曲轴以意外的方式运动。 传感器系统和车辆的PCM或动力总成控制模块可以指示其Terrain的地形情况。 例如,当车辆在其Raf不平的道路或越野条件下行驶时,发动机转速可能会不稳定。 这可能导致PCM将其视为引擎故障,例如失火。 一些车辆可能具有道路传感器、加速度计,或者一些车辆可能使用Apps车轮传感器和电子制动控制模块,EBCM,来帮助确定其Raf不平的道路状况。 无论您的车辆使用的是哪种精确系统,如果获得此故障代码,则表示PCM已检测到需要注意的其Rode路况。 通常,只有在多个驱动器上的读数相同之后才设置此代码。 此代码指的是其Rode不平的传感器闭电路。 症状大多数故障代码会触发检查引擎指示灯或没有故障指示灯。 对于此P0319DTC,指示灯不亮。 但是,您可能会点亮其他警告灯、牵引力控制、Apps等,甚至可能是发动机失火或行驶不正常。 原因设置此代码的潜在原因是,其Rode不平的道路传感器。 如果配备与传感器相关的接线、电器故障控制单元需要初始化新的道路传感器。 其他可能的原因诊断和维修程序良好的第一步是检查技术服务可能适用于您的年份。 品牌、型号的公告TSB。 如果问题是已知问题,则可能会存在一个公告,以帮助您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诊断和修复。 这样可以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 您应该获取车辆专用的维修指南,以帮助确定您的车辆使用的其Rode不平的道路系统的确切类型。 如果您还有其他失火、Apps或其他相关代码,通常应先修复它们,然后再修复P0319。 不过,请记录所有冻结帧数据,因为它可能对所有诊断有用。 如果车辆上装有加速度传感器,请检查传感器、接线和连接器的状况是否有问题。 根据需要进行维修,然后,使用数字符特表,DVAM,根据制造商的规范检查导通性、电阻和其他电器方面。 如果可能,请使用高级扫描工具在其RAF不平的道路上驾驶车辆,并监视车辆上相应传感器的传感器读数, 以确定是否可以复制该问题以帮助缩小问题所在。